居家防疫兩個月 到底全台灣女生都在美妝官網上買什麼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最近這兩個月啊 我相信網購已經變成全民運動了 大家每天都在家裡 買一些民生必需品啊 或者是點美食外送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 到底這兩個月大家防疫待在家 不出門可能不化妝 可能會用保養品 那大家都在美妝官網上面買什麼呢 所以我今天啊 搜集了五個品牌 有迪奧 蘭蔻 雅思蘭黛 克蘭絲 跟日系的資深糖 請他們寄給我在官網上面最近熱賣 前五名的產品到底是什麼 所以一起來開箱給你看吧 第一個啊 我要開箱的就是迪奧他們線上旗艦店 寄過來的產品 他們的這個禮盒啊 其實是七月中才開始上市的一個 七系限定的包裝 你現在如果到迪奧的線上 買產品 其實都會收到這個粉紅色的 情人節的包裝 很漂亮 那我就先打開來囉 好 那我打開了 登登登登 哇 裡面有一個信封 是什麼呢 好 其實是帳單 它其實裡面啊 它就會直接給你一個 你今天買的購物明細 它真的是精品中的精品 所以我真的 哇 你看 這一盒真的很像在店上買產品一樣對不對 它裡面呢 其實有一些下單的好禮 像這個是什麼 就是下單好禮 就是很漂亮的一個化妝袋 第一個啊 我知道 他們就是賣的永遠 永遠賣最好的就是這個 他們的這個粉樣潤唇膏 那他們賣的最好就是這個001的顏色 那其實這個粉樣潤唇膏 我想只要是女生 喜歡迪奧的人都知道 他們家的這個就是有點潤色效果的護唇膏 然後非常的漂亮 有baby pink的顏色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是012 他們其實是一個玫瑰目的顏色 這個顏色是賣第二名 所以我原來全台灣的女生 最喜歡的就是這兩個顏色 暢銷的顏色跟第二名的顏色 就是Dior的粉樣潤唇膏 第二名啊 其實我也覺得 大家的品味都很好耶 第二名是他們也是5月才上市的一個 香氛市家的 伊甸鹽香水 那這個香水其實我現在也是第一次聞 因為這瓶香水啊 其實是就是南法有一個很老的飯店 那個度假飯店大家都非常喜歡 所以以那個南法的度假飯店為靈感 它裡面啊其實是有點木質調跟玫瑰調 聞到感覺很想要去度假 我想說這兩個月這個這瓶賣太好 是因為大家都想要 飛到法國去度假吧 所以這個香水第二名 我覺得很好聞耶 大家可以入手看看 第三名呢 你們知道是什麼啊 我覺得非常的訝異 第三名居然是五色眼影 我覺得真的有點誇張 你們到底在幹嘛啊 疫情的時間還要買眼影 登登登登 所以你看 那基本上這個顏色 我這樣看起來其實就是大地色 其實台灣女生就是喜歡大地色 第四名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第四名我自己也覺得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最近也早就在用這個產品了 那這個呢其實是他們的一個亮眼精華 現在啊有很多人喜歡用眼部產品 那大家都知道眼部產品要輕輕膜 那可是現在有很多的眼部精華液 他們直接給你按摩頭 它裡面呢是一個就是一個鑫河精的按摩頭 然後它搭配有一些紋路 所以呢你在用的時候啊 它其實就模擬一個按摩的一個手法 輕輕按摩 那其實擠出來啊你看 其實很舒服耶 而且這個鑫河精 它真的是蠻冰涼的 然後第五名啊 其實是一個防疫商品 可是是非常典雅時尚的防疫商品是什麼呢 就這個MISTIAL的玫瑰的乾洗手凝露 它就是一個擁有很多玫瑰成分的乾洗手凝露 它就是直接這樣擦 其實它算是凝露其實擦起來像水一樣耶 而且除了有酒精味還有很香很香的玫瑰 所以這個呢就是Dior的Top5的產品 第二個啊是雅詩蘭黛送來的這個箱子 重點是它裡面呢是有五個 五個Top5產品 其實我有大概先讀了資料 它五個熱賣其實是他們的組合耶 其實雅詩蘭黛最熱賣的就是小棕瓶 所以登登登登 這一組其實是他們就是最熱賣 就是官網最近這兩個月最熱賣的產品 就是他們的這個小棕瓶 因為買了小棕瓶之後呢會搭載送這麼多東西 你看會有他們的微分子原生露啊 還有他們最好用的這個乳霜 無敵乳霜 跟一個就是也是小棕瓶系列的產品 那第二名是什麼呢 第二名呢就是這個 這個裡面其實也有的就是 他們的這個微分子原生露 其實也是他們官網上面超級熱賣 非常多人喜歡的這個微分子原生露 它其實就有點好啦 就有點像是那個青春露一樣 就是呢可以讓你的肌膚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健康的基底 那我自己其實也是 微分子原生露的愛用者 那第三名呢其實就是乳霜 他們的這個乳霜也是非常熱賣 它用完呢完全不會很油膩 所以非常的滋潤好吸收 其實亞絲藍帶這前三名 都是他們的明星產品 就是這個小棕瓶 還有這個微分子原生露 跟這個乳霜 都是他們的明星產品 很多人到貴是直接買這三個 或者是這三組全部買下去 第四名啊其實是它這個 粉持久的持妝潤色的妝前乳 那它是水液狀的 我覺得使用起來蠻清爽的 然後對肌膚的保濕效果也很好 那第五名是什麼呢 就是也是他們的小棕瓶系列 小棕瓶系列呢 這個是這個縮食精脆 那其實這個縮食精脆 其實也是小棕瓶 家族裡面一個蠻熱賣的產品 這就是亞絲藍帶的 Top5的必備的明星組合 超過滿8000 我又被送了一個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beautiful的香水 而且它是正貨 就是一個正貨香水 看很美吧 這是送給你 所以你看 雖然你買了五個Top5的產品 其實是五件組 然後再送一個這個香水 以及就是因為買很多 所以它其實也送了很多很多的 試用餅啊 試用包 所以真的是一個大豐收 亞絲藍帶 接下來是法國克蘭斯 在線上賣的最好的五個產品 那是什麼呢 因為這箱子實在太大了 也是一個新品 就是這個純淨的這個化妝水 跟這個潔膚乳 這個系列 就是比較適合 敏弱肌膚啊 或者其實你是一般肌膚 中性肌膚 油性肌膚都可以使用 那最近這個就是在 克蘭斯的官網上面賣的非常好 賣的第一名 那第二名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這個 黃金霜基萃 那這個黃金霜基萃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克蘭斯最厲害 就是他們的油 他們是油保養的專家 那這個黃金霜基萃 其實我之前也介紹過 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他們的油脂非常的細緻 那第三名是什麼呢 第三名其實是他們的眼霜欸 對 其實現在真的是大家 越來越多人喜歡用眼霜了 因為以前眼霜會覺得是 老人專用 或者是熟齡肌專用 那他們這個啊 其實叫做超跑的眼霜 我記得在上市的時候 他們也跟我們講說 這個眼霜啊 其實受到很多人的喜歡 那它的質地啊 其實我覺得一擦起來 就是很清感 也很好的吸收 第四名是什麼呢 其實呢 第四名竟然是 克蘭斯的美白精華 其實現在好像蠻多人 比較不重視美白了 因為大家想說 可能去醫美打斑打掉 可是其實克蘭斯 他的美白的這個系列產品 依然賣得很好 所以這瓶美白精華 其實也容登他們家的 美白的一個明星產品 那這就是克蘭斯的前四名 其實都是屬於臉部的保養產品 可是你不要忘記喔 其實克蘭斯的創辦人 克蘭斯先生 他其實是物理治療師起家的 所以他對於一些身體的保養品 也是非常非常獨到 懷孕的人都買什麼呢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敢出門 他們都買什麼 就買他們的最厲害的這個 身體調和油跟這個符文霜 我自己在懷孕的時候 其實就一直猛擦這兩個 所以這是在疫情期間啊 就是賣得很好的身體產品 那當然官網也是有很多優惠啦 非常多的選擇 真的比去專櫃還可以拿更多呢 接下來啊 是這個完全沒有logo的 他其實是蘭蔻 就是他的這個箱子啊 這個紙箱 是用這個FSC 就是一個環保的紙張做成的 蘭蔻賣得最好的 就是他們的這個小黑瓶 小黑瓶的質地就是比較水 輕輕一推就可以布滿整臉 而且就是擦完之後皮膚就會很滑 第二個其實也是他們的明星產品 就是這個極光水 也是屬於他們的這個美白的系列 包裝非常的特別 就他中間有一個棒棒 大家在網路上面都暱稱他是仙女棒 他這裡面啊 其實可以讓裡面的成分 更均勻的混合 他用擦拭的方式 輕輕擦拭的方式 可以讓你的皮膚有拋光的效果 第二個賣得非常好的組合 就包含了蘭蔻的第三名跟第四名 他叫做眼周保養的雙霸組 蘭蔻的這個大眼睛脆啊 其實也是我自己蠻喜歡的產品 他大概是所有眼部的精華 第一個就是開始使用這種 可以有按摩效果的一個冰晶 你看他其實拿出來就是一個 一個圓圓的一個冰珠 他上面黑黑的其實是一個彈性的膠頭 他就是可以讓你就是你看 扭轉使用 所以他能夠在你的眼周進行 就是一個你想要怎麼按摩就可以按摩 那因為他有彈性的效果 所以他也不會太用力的傷害肌膚 他另外一個就是非常熱賣的 也是這個超未來基因的眼霜 然後他也推出了就是可以一起互相搭配 用完這個大眼睛脆再擦這個眼霜 蘭蔻就是重點就是這四個非常厲害的產品 可是其實我獲得了非常多 因為你看一樣就是你看 我買了這四個產品 可是其實我獲得了總共其實是二十件 大大小小的產品 真的是真的是蠻划得來的 最後一個啊是瓦達喜 瓦達喜其實是資深堂旗下 就是以前大家會覺得是東京貴的一些品牌 像是伊利斯爾啊或者是安奈曬 或者是D-Program 還有一些開架像ZA的這些比較親民好入手的品牌 全部都是瓦達喜 第一個啊其實是D-Program 那他賣的最好的就是這一瓶敏感肌專用的化妝水 那他就是一個就是無添加 就是完全沒有一些會對肌膚造成刺激的成分 那他這個化妝水啊其實就給你很好的一個保濕的感受 所以你的皮膚就會很貪潤 就不怕外界的清洗 第二名其實網路上面最多人買的就是這個系列 化妝水跟他的這個一起搭配的這個乳液 所以這樣子一起使用就可以讓你的皮膚比較穩定 然後呢不會就是容易起痘痘 那這個其實他們在官網上面好像有一個組合 也就是賣得很好 所以這是第二名D-Program 那第三名是什麼呢 第三名其實是 我自己很喜歡伊利斯爾 伊利斯爾以前是一個系列 反正他們現在是一個品牌 伊利斯爾的這個美肌乳 這美肌乳其實之前很多網美都非常的推薦 因為他是白天用的乳液 他真的是一個懶人美容 就是你只要每天早上洗完臉 擦完化妝水直接擦他就可以出門 他直接就可以當精華液跟乳液跟防曬乳 這三個使用了 那這個其實大家也會暱稱他是小金管 然後呢你看他這個擠出來 是淡淡的一個白色 那他其實也是非常的好吸收 而且他的防曬係數很高喔 他的防曬係數其實有SPF50加跟PA4加 是做好做到最高做到最滿 而且他擦起來就像一個乳液一樣 沒有防曬乳那種好像很厚重的感覺 第四名是 大家有沒有想到 ZA耶 ZA其實是一個開架的產品嘛 那就是一般像是屈城市啊 抗氏美都可以買到 那ZA的這個美白防曬霜也是他們熱賣 大概有十幾年的吧 就是聽說是回購率最好的防曬霜 那就是防曬的係數有26 PA有兩個加 也是熔燈大家最愛買的一個產品 那最後一名是什麼呢 其實也是大家二熟能詳的 就是這個安耐曬 安耐曬的這個防曬乳 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就是他的防曬效果也是非常好 所以是熔燈第五名 那你看我整理一下 其實他們家的產品居然有三個 全部都是跟防曬有關 我想也是跟現在夏天有關吧 以及就是敏感肌的最愛 所以這就是WATASHI開箱前五名的產品 以上就是我介紹五個品牌 在疫情兩個月官網線上最熱賣的產品喔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